虽然喜欢在网络上分享照片 但小心了 即使封锁右键来防止照片的下载 但是还是要小心可能会被破解 因为高雄这名网络人气正妹毛小姐 她在洗泡泡浴 还有穿着青蓝火辣的私密照片 就是放在网络相簿里 却没有想到她已经设下安全机制 禁止按右键另存图片 却还是被盗用了 变成了色景网站上的宣传照片 让她非常生气 已经报警要讨回宫道 拿出报案三连单 金色长发赖着墨镜 网络人气正妹很低调 因为自己隐私前两照 被成人网站盗用大作文章 照片中毛小姐穿着浴巾 小漏相间 甚至一丝不挂洗泡泡澡 原本只是自己拍照留念 放上网络相簿 还设下安全机制 但竟然被有心人破解 放上成人网站 有一天朋友跟我讲 我才发现的 然后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就是我真的很生气 然后就觉得我很没有隐私权 不能公开的秘密 变成成人网站宣传工具 朋友都知道 不想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 毛小姐决定向 成人网站提出告诉 把它锁起来 然后人家也看不到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怎么破解的 没有被羞辱的感觉 一再受到伤害 毛小姐不敢再使用 网络相簿 有心人为了不当利益 侵犯个人隐私 要被害人身心受创 报警提告 继续林基验 休息吧 周观展 台北报道